我今天晚上已经吃了两顿饭了 现在还在吃冰淇淋 因为我现在真的特别的难过 我明天早上就要离开这了 我想以时间顺序 从头到尾回忆这一周 正式跟Wisconsin Medicine 道个别 5月16号第一天 到达麦迪逊机场 在公交车上碰到了一个很nice的司机 因为刚到一个新城市 你不免会有一些慌张 这个时候你遇到的第一个人 一定是对你来说 在这个城市里面特别重要的记忆 登丹佛比人少了不止一点 同时那一天住进了这个公寓 以前房主他要毕业了 所以剩下的租期他就要转租出来 我一个人在这么一个大房间里面 我可以唱歌可以跳舞 我买了这么多东西 第二天很困难的起床了 去采访了Wisconsin Medicine的一个博士生 Owen Eriksson 跟人家约了9点 现在已经8点56了 You know, no one has messaged me before on Facebook I'm making a documentary Traveling Across the U.S. And I'll let it be a gift That I would pick you ten out of nine times The water's cold All the redfish leave my feet alone Crush of people walk along the street The perfume they wear smells good 在小乔老师的引荐下 认识了金金吉和苗苗 他们带我一起吃了 Madison自产的冰淇淋 吃了这里的特色炸芝士 That I could want you still 哇,那个小博物太可爱了 这个太可爱了 第三天,金金姐带我去吃了Brunch 聊到下午感觉聊不够 That I would pick you ten out of nine times 主持人家 但你不带我来 我做我的设计 艺术小博物太可爱了 i so many days 在迟饭上每一周é 都让我一切都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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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爱 麦迪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这次是我的第一次 我们挺心疼 在这里 在后面呢 经上老师引荐 认识了阿曹 他带我去了Farmer Market 让我亲眼见识了麦迪迅的活力 I tell you my body's my own I demand you leave it alone And it's five, six, seven, yo Man, I feel like a woman One, two, three Baby won't you be my girl Baby won't you be my girl Baby won't you be my only girl Lose the dark in the state of our station I'm pulling down the moon For us 后来经Navin引荐 参加了他们小团体的一个 比较安静的party 我在这种社交活动上 就会感觉每一个人 不管来自什么国家 他们好像都是很孤独的灵魂 然后你把它们凑到一起 I always will let you down No I will never miss a long One, two, three Baby won't you be my girl Baby won't you be my girl Baby won't you be my only girl 不甘心我在美国爱上了越南菜 包括越南的那个河粉啊 还有这种春卷啊 我都是来了美国之后才吃的 我相信国内的肯定比美国的更好吃 所以我回去了可能要入坑了 里面加了各种各样的菜 这个丝点像萝卜丝 但是没什么萝卜味 那个酱料就是辣辣的 东南亚辣酱的那种味道 还加了虾和牛油果 在东晴铁堂 第一次眺望 看灯火模仿 坠落的星光 我终于到达 但却更悲伤 一个人晚成 我们的梦想 你总说 时间还很多 你怕得等我 以前我不懂得 未必明天就有以后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在后面再次见到了Owen Erickson 有幸的去他实验室参观他工作 并记录了下来 同时他也带我去看了麦迪逊 特别特别好看的一个植物园 就像他说的一样 我觉得麦迪逊是一个 这里可以稍微满足一下 你的现代需求 但是当你心很乱的时候 你又可以回避到自然的自己 你心会痛 能不懂你会痛 想见不能见最痛 只好存纸 哦 把林卡唐撒在纸上了 浪费浪费 来 再后面呢 也就是今天中午去阿超家看了个饭 下午就把这一周里面我所有去过的地方又重新走了一遍 因为我真的太舍不得这儿了 我就是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哭 哦 其实说来感觉挺奇妙的缘分 没有拿到博克利的正式offer之前 拿到的其实是麦迪逊的 这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插曲 如果不是最开始有Owen Erickson接受了我的邀请 说可以做我纪录片的主角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选择来这儿 因为它的交通好像不是特别的方便 你还要从芝加哥那里拐一下过来 然后再拐回去 所以一开始其实没有对这儿抱很高的期待 我觉得待一周正好有一个房子可以住 好好学习过渡一下 但是现在就要走了 就真的心里好难过 上次因为一个城市这么难过的时候 好像还是上次 如果以后有期末 我应该还是会再回来了吧 我应该还是会再回来了吧 我应该是会呼吸的痛 它留在血液中来回吻动 后悔不贴心会痛 恨不懂你会痛 相见不能见最痛